光速为每秒2亿9979万2458米 代表了宇宙系统内部运动的最快速度 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无法超越光速 我们很容易就会将这里所说的 质量误以为是重量 但其实质量和重量并不是一回事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说的一斤 一两一克其实是指物体所具有的重量 当我们站在体重秤上的时候 屏幕所显示出来的数字就是我们所拥有的重量 这个重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所得出 的体重数据其实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携带体重秤前往格陵兰岛 之后再去往印度尼西亚 你会发现在印度尼西亚所测得的体重 数据比在格陵兰岛要少0.5公斤左右 格陵兰岛与印度尼西亚所处的 地理位置有什么显著特点呢 格陵兰岛位于北极地区 而印度尼西亚则位于赤头 这两个地点最大的差别 在于地球自转线速度的不同 而线速度的差异会导致人体 所受的向上的离心力出现差异 于是所测得的体重也就出现了差异 可见重量所描述的其实是一种引力关系 是地球与人体相互引力作用的值 当引力减小或人体受到了 与引力方向相反的作用力重量便会出现变化 普通的秤只能测出重量 却拿质量无能为力 而要测出物体的质量 最简便的工具就是天平了 那么质量是什么呢 看看这个熟悉的公式等于MIC 这是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 我们很容易从中看出 质量与能量是等效的一个物体 有多少质量 它就有多少能量 而能量是不会因为引力的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质量也不会 但是请注意质量只是与能量等效 但并不是说质量就等于能量 这二者仍然是两回事 要理解什么是质量 我们可以先来探究质量的来源 质量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可以将任意物体进行拆分 无论是山石还是人体最终都会拆解为基本粒子 因为一切物质都是由基本粒子所组成的 而每一个基本粒子都具有质量 所以由基本粒子所组成的 物质也自然就拥有了质量 但这并不是质量的全部 光子是没有质量的 所以由光子所组成的光也没有质量 正是因为光没有静止质量 所以它才能够跑出宇宙间最快的速度 但光子并不是唯一没有静止质量的物质 还有一些粒子在理论上也被定义为静止质量为0 但当这些粒子组合在一起之后 质量就随之出现了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 为什么没有质量的粒子会组合成为有质量的物质呢 因为基本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系也会导致质量的形成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物质的质量从本质上来说 描述的是一个物质的量的多少 但物质量的多少又不是质量的全部 物质内部粒子间的相互作用 关系也是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质量与能量是等销的 所以质量越大的物质 能量也就越大 而能量会导致时空的弯曲 时空弯曲就是广义相对论中所描述的引力本质 所以质量越大的物体其引力也就越大 当然上面所提到的质量都是指物体的静止质量 而当物体开始进行加速运动的时候 就会随着速度的增加而产生惯性质量 加速度越快惯性质量就越大 光没有静止质量 但同样具有惯性质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